川普週四表示 美國疫情死亡率到達頂峰 開始回落 川普週四宣布 美聯儲將提供高達2.3萬億美元貸款 幫助經濟和地方政府 中央企業將可獲得6000億美元貸款 地方各州將獲得5000億美元 美股隨之上漲 創下了40多年一週最佳記錄 川普說 政府採取的經濟刺激政策 將使經濟迎來巨大反彈 之前白宮專家預測 中共病毒疫情可能導致150萬到220萬人死亡 如果採取措施減效 仍然會有10萬到20萬人死亡 川普週四表示 從目前情況看 死亡率將遠低於預測 川普宣布 目前美國完成了200萬次病毒檢測 而且準確率非常高 川普還說 中共病毒的治療也有突破 輝瑞公司周四透露 發現有希望的新疗法可以阻止病毒複製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也在對19種可能的治療方法 進行試驗 新唐記者 畢心慈 田瑞綜合報導 人生賤 展蔽